坦述推面膜 我们的少年时代 这就是你的新球队 咱们看着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 姜迪 你想干嘛 本来就够菜了 又招一群菜鸟 祝你们还想参加联赛 成王败寇 你可别忘了上次抢地盘 是你们输了 怎样 你还想再比一场 OK啊 我奉陪 但这一次啊 打的就不只是膝盖喽 我们两队来场训练赛 一个留下 输的从此不许再用这个场子 师傅 还是一口心想的 突进 突进 你干什么呢 我的暗号你没看到吗 按照你的球队打 早被他们打中了 我就是故意让他们打中的 而后面那些队员也就能补救 靠他们 咱们输定了 可靠你真的赢吗 我跟中招一样 我跟中招一起训练半年钟 他们的球队我一清二楚 按照你们的球队 正中他们下回 我就不信他们每个球队能知道 四坏球保送上来 你们可是搞什么呀 都四坏球了 我同没他们看穿了 什么狗屁小熊队啊 狗熊队还差不多吧 路透 不就输了一场比赛吗 不就输了一场比赛 没看出来吗 中家那帮人 纯粹在逗我们玩 一见过一上场 就输十分的棒球比赛啊 一脸偏后不要紧 我叼不起这人 虽然我听你 但是你也看到了 我们根本就不会打棒球 也许路透说得对 散了吧 散了吧 宫棠 加油 巫棠啊 跟你当年一样 黄旺 自大 自以为自己有本事 就可以一个人 带点连纶全杯 老天爷对我的惩犯 也是过来的 让我一辈子都胜不得救折 因为你 因为你一个人隐瞒伤强 站上了投手球 我们所有人 连八强都没闯进去 我劝你啊 把教练的工作赐了 因为你不配给孩子当教练 你会毁了他们 我想让他们知道 一场真正的光球比赛 是什么样的一次 早点给他们打击自信 也不是一件坏事 算是对他们的梦想而言 太早让他们欢呼雀跃 才是一件坏事 我没嫌功夫叫三心二意的人 留下的才是真心的人 投球 你来投球 我给你一百个球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在一百个球之内 让我出局 那你以后 也别叫自己什么王牌投球 准备好了吗 来 来 我 我 在最勇敢的时候 刚刚我拖的明明是下车球 他单手挥棒都能击中 这需要极快的反应和极强的万力 才能瞬间做出调整 如果刚才那纸杀球都能打中的话 那整个好球区就被他封死了 再试试 你还有九十七个 我可以为你耍起来 老鸡 老鸡 起来 来 那果果可不可以帮忙给你的小条子擦擦脸啊 别吐 别吐 明天十九点四时 函数黑面膜 我们的少年时代